女人只是想在河边洗个衣服 结果却意外发现 河道的水竟被染成了红色 起初她还以为是有人在恶作剧 可没想到 等女人来到上游后 赫然发现了一具女性尸体 警方在接到报案后 迅速赶到了案发地点 可现场除了女人的尸体 根本找不到任何有用线索 为了进一步调查真相 警方将尸体带回了检测中心 然而诡异的是 法医尽在死者胃里 找到了一个被吞掉的纸团 并且从俯视程度来看 应该是死前一分钟内才吞咽的 所以并没有被完全消化 而这也就说明 死者很可能是受到什么威胁 将一个有用的证据吞进了胃里 不过等法医打开纸团后 却发现这仅仅是一份招生名单而已 但是在上面 警方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女人李秋梅 这人不久前被人割喉致死 尸体还被丢在了学校附近 原本警方以为是单纯的谋杀 可没想到就在今天 竟然在新的死者体内 发现了两人有关联的共性 而死者生前又是一个记者 所以现在看来 他很可能是知道了学校的秘密 这才被凶手残忍灭口 警方根据这条线索 第一时间赶往了学校调查 然而才只是刚一进门 就被这里的教学风格 惊得目瞪口袋 记住 女人最重要的 就是经营好我们的男人 照顾好我们的男人 这种洗脑式的教学方式 显然根本不像一个正常学校 再看看这里的学生 全都跟中了鞋一样神情呆滞 看不出任何该有的活力朝起 但这还不是最诡异的 这里明明是个学校 可校长的办公室却常年上锁 并且从不允许学生进入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学校绝对藏着什么秘密 但苦于没有证据 警方暂时也无法申请搜查令 好在就在警方准备离开之前 却意外撞见了主任殴打学生 靠着体罚学生的理由 警方很快便将他带回警局 也正是在主任的介绍下 众人这才对学校有了全面了解 这里表面是个道德学院 但实际上 传递的却都是一些歪门学说 比如要求女人三从四德 只有服侍好自己的男人 他们才能成为真正的女人 而在这里学习的学生 大多都是被丈夫抛弃的妻子 所以对学校的理念深信不疑 加上老师的洗脑教学 导致很多无辜女性 成了这种学说下的忠实信徒 而李秋梅也正是其中一员 但对于她的真正死因 警方目前还是毫无头绪 不过就在此时 法医这边却有了重大发现 在死者的指甲缝里 提取到了大量的皮质纤维 而在校长的办公室内 就放着同款材质的沙发 结合上面发现的白色液体 案子的真相也不难推断 虽然校长承认了侵犯事实 但他却否认自己是杀人凶手 因为在案发当天 校长本人正在外地出差 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而警方通过后续调查 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可如果校长没有杀人 那真正的凶手又到底是谁呢 老师正在生情并茂地讲课 可面对他的提问 台下的学生们却安静地可怕 不是他们不想回答 而是老师的教学对象 竟都是一些裸体的假人模特 说话呀 你们怎么都不做呀 干嘛不说话呀 别看着女人疯疯癫癫的 但在她的身上 还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悲惨过往 女人名叫孙敏 从小就被卖到农村当了童养戏 而她过的生活 简直就不是人过的日子 丈夫为了防止孙敏逃走 故意打断了她的一条腿 并用铁链锁在了床上 加上常年以往的囚禁 导致孙敏的精神逐渐失常 但这还不是她最惨的经历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从丈夫的家里逃了出来 并认识了一位女子学院的校长 起初孙敏以为 校长教学的目的 是在帮社会上的女性建立自信 可万万没想到 她不过是借着办学的理由 秘密培养自己的后宫 因为每个被校长看上的学生 都会被她强行实施侵犯 而孙敏也不例外 或许是由于丈夫的虐待 导致孙敏心里出现了拟屈 事后她非但没有报警 反而在无良校长身上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存在感 甚至为了留在校长身边 开始疯狂地用假人练习讲课 因为也只有这样 她才能以讲师的身份留在学校 然而孙敏不知道的是 被校长选中的可不止她一个 这天学校来了一位新的学生 无论是从姿色还是形象 都比孙敏高出了好几百倍 看着心思单纯的秋梅 校长瞬间就动起了歪心思 她借着考核成绩的理由 将秋梅骗到员工宿舍 随后强行对她实施了侵犯 而巧合的是 这一幕刚好被门外的孙敏看到 新欢就这样变成了旧爱 而心有不甘的孙敏 认为秋梅是在故意讨好校长 于是当晚便找上了对方 可此时的秋梅 还以为老师是来安慰自己的 丝毫没意识到 自己碰上的却是另外一个恶魔 在李秋梅死后 孙敏为了掩藏杀人真相 将她的尸体藏进模特 一起运到了校外的垃圾站 可她不知道的水 此时学校里混进来了一名记者 而她抛尸的过程 也是被记者看得清清楚楚 为了揭开学校的肮脏秘密 记者偷偷拍下了所有证据 可还没等她出去告发 就被孙敏发现了异常 面对杀人不眨眼的疯子 记者深知自己是走不了 于是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 将那份名单吞进了肚子里 目的就是希望能有一天 警方可以根据线索查封学校 而她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刑警队的消逸 通过两起命案的所有线索 推断出了学校藏着的阴谋 于是立刻带人前往学校 可没想到此时的孙敏 却依旧是执迷不悟 随便让她拯救了我 如果我早点知道怎么伺候男人 我就不会被打断一条腿 你听我说 你杀你就没是你的愤怒 但你的愤怒 不是你被她管张完事对吧 是因为你觉得她和你一样 面对困难逆来顺受不知所措 你看到她就相信以前自己对吧 而萧毅的这番话 犹如刀子一般扎进了孙敏内心 作为被丈夫抛弃的女性 她又何尝不明白校长的受险 只是无处诉说的她 渐渐被校长的邪恶理念影响 把学校当成了内心最后的净土 而在萧毅不断地劝说下 最终幡然醒悟的孙敏 毅然用手里的剪刀 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